既然是有味的话 你弄的话就是你可以全部都弄 就是弄这一点 我说小孩尿尿不可能就往这一个地方尿 应该是有意折戴某些东西 不像是说他说的 说这个什么洒尿什么墨津面 什么炒什么的 不像那种情况 多少岁以后我都盯着手的 我擦我小孙子那边看 小孙子都不管啥 我怎么把他傻的 你说那天哪来那么大孙子 你劈着啪的 往回呀 比过好一回 我下不着手 我心怀了 没有很心 比过几回下不着手 那天把那种 我挖的劈着啪的 把杀的弄得痛 反正我姑娘说 我姑娘说 这孩子嘴舌头都紫的 挖着看 这孩子受伤毒了 郎珊颇过认为儿媳出轨 害怕其会杀害自己的孙子 竟将其杀害分尸 在这个世界上 乐观与悲观的人 共处一空 但某些人的思维模式 极度悲观 这种悲观主意 让他们疑神疑鬼 正只相信 每个人的面具下 都隐藏了欺诈与虚伪 你是否曾遇到过这样的人 这种心态也被视为一种心理病态 2013年6月30日清晨 河北省唐山市警察局 接到一名中年男子的报警电话 他的妻子汪英 已经失联五天 根据他的描述 汪英在6月25日 前往婆婆家 借户口本 为大儿子办理入学手续后 就消失了 经过几天的寻找 汪英的家人 在他长去的地方 都找不到任何线索 而且汪英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这与他平时的习惯不符 狗头无路的家人决定报警 杨山市警方接警后 迅速赶往汪英家中 开展失踪人员调查 他们注意到汪家的住所 是一间被杂草环绕的临时房屋 唯有一条狭窄的水泥落通向其中 MTAM根据汪英的遗留物品 组织了搜救权的搜索 在他家大约500米外的一片废弃草地上 发现了一些散落的衣物 和一根棍子 以及一条挂在树上带血迹的宝塔 尽管没有发现汪英本人 但这些遗留的物品和血迹 却意味着这里发生了些可怕的事情 在汪英的家人对话中 警方了解到更多背景信息 6月25日 汪英拿到户口本后 便失去了联系 这个户口本 是为了给他和前夫所生的大儿子 报名上小学一年级准备的 目前这对母子与汪英的现任丈夫 及其家人同住 汪英取得户口本后 就再也没有人联系上他 汪英的父母还提到 超过一天联系不上后 他们前往婆婆家询问 却被告知 汪英几天前出门旅行了 还带上了一些个人物品和一条防寒的坦赞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 即便是在6月25日的晚上 汪英的丈夫也无法联系到他 他询问母亲汪英的取消 得到的回答是 汪英已经打包好义务 准备出行 尽管汪英的行为似乎破为异常 但他的家人并未过于担心 因为他一直是一个独行独立的女人 两天后 汪英的同事前来家中 询问他为何没有去工作 这才使得家人意识到失态的严重性 因为汪英在陶瓷场的出勤率 一向很高 每月都能领到出勤奖金 在2013年前五个月 他始终怒气领取奖金 从未无辜缺钱 于家人提及的可能参加了公司旅行 同事们却表示 公司最近更让人困惑的是 通常女性婚后和婆婆家人同住 是正常的 但如果婆婆呵呵而媳妇住在一个房子里 而兄妹俩又住在另一个房子里 这就不太寻常了 这让警方产生了疑惑 还有一位邻居回忆 汪英的丈夫与姐姐兰池同住 43岁的兰池在一段不幸的婚姻后 与兄弟家人共处 在汪英失踪的两个月前 即2013年3月 汪英与兰池发生了一次激烈冲突 那天汪英因工作将孩子留在婆婆家 她回家后却发现家门禁锁 始终未能冲灭 解决两人间的分歧 由于这些内部矛盾 汪英与兰池的关系已经完全恶化 他们甚至停止了交流 汪英因不得不与婆婆共处一室 而感到愤慨 尽管据同事和邻居所言 婆婆与她的关系上课 然而由于房子存在潮湿问题 导致汪英不到两岁的儿子 经常受到蚊虫叮咬并生病 夹决了汪英的不满 她不愿意回到之前的居所 因为她在那里感到不自在 当初购置这座房子时 汪英和赵亮经济结局 曾向兰池借款两万元 目前他们已还清一半 但仍欠下一万元 汪英计划用未来六个月的薪水 偿还剩余债务 然而兰池坚持要等到债务全部清偿后 才愿意搬领 认为自己有权利留下 因为是她提供了资金 这一方面 汪英的丈夫赵亮 对汪英和儿子搬来与母亲同住的状况目不关心 继续与姐姐同住 生活平静如常 一遍在汪英失踪五天后 也是由汪英的同事 通知她 她得向警方报案 直到汪英家人的介入 这个家庭内部的离弃谜团 才开始浮出水面 婆婆马起前在警察的询问下 透露了一个秘密 查诚汪英与公司里的一名男同事 似乎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 由于他们是同事 彼此接触的时间多 马起勤 经常看到汪英 给别人发短信 她怀疑 汪英可能与这名男子一同离开了 马起勤知小儿戏的秘密恋情 但鉴于家庭的困境 以及汪英最近的婚姻 她不希望拖累儿子 因此 她劝告汪英继续留在孩子身边 暗示汪英应小心处理 与这位男同事的关系 而在赵亮家族的眼中 对汪英的猜疑不仅仅急于传言 还源于他们对汪英 使用手机的频繁程度的观察 对马起勤透露 这种共处状况使得汪英 与她的丈夫几乎要分开 因为在过去两个月中 汪英有三次在下班后 被一名高个子青年男子接走 然后迅速离开 汪英向婆婆表达了对丈夫的失望 原因是 她缺乏事业心 没有经济能力 甚至连购买汽车的能力都没有 当赵亮被警方询问时 她对妻子的态度也难以捉摸 根据马起勤的描述 赵亮在几天后回家 听到母亲讲述汪英过去两个月的不当行为后 她感到非常内疚 两天 夫妻俩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赵亮在愤怒中损坏了汪英的手机 赵亮认为汪英在家中不开心 他们面临财政压力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 因此她认为汪英离开与另一个男人共复新生活的可能性很高 这也是他们没有在汪英失踪后立即报警的原因 然而与丈夫家族的观点相伴 汪英的亲生父母坚征 尽管她比丈夫小11岁 她仍然很好地照顾家庭和孩子 并且在汪英的同事 眼中她是一个勤奋 诚实并且寡言少语的打工人 汪英的家族 无人相信她会抛弃两个孩子 跟随另一个男人 她的同事们也对此表示怀疑 经过一天的调查 警方得出结论 汪英与他人一起离开的可能性极低 因为在6月25日 汪英曾去她母亲家中取得户口本 因此她不可能在第二天又突然离家 此外 汪英的婆婆所提到的那名男同事 与汪英并无不寻常的关系 引发在检察医院记录和汪英的社交媒体信息后 也没有发现该名男子的任何线索 同事们也证实 汪英与公司内任何男性都没有亲密关系 因此警方排除了汪英与他人离开的假设 但如果汪英并未离开 他去了哪里 目前有关血迹的科学样本测试上误结果 汪英的失踪案件不断深化 他的个人物品在家后面的废弃草地上被发现 是清晨 受害者身上遍布多处锋利物体 造成的伤口 头部和面部都用伤伤 致命的则是颈部的一道身切割 来一分析伤口后推断 作案凶器可能是厨房菜刀 当英遇害后 凶手将其尸体肢解 迫在眉睫的问题是 谁杀了王爷 是一个意外的陌生人攻击 还是家族内部的人所谓 尽管汪英与家人有过冲突 但犯罪现场并未发现任何陌生人的指纹 这引人思考 究竟是一个戴着手套的陌生人 还是家族内的某个人是凶手 如果是随机攻击者 他们有何动机 在调查过程中 警方没有放过任何线索 尤其是那些指向受害者 丈夫家族的蛛丝麻迹 汪英虽然有外语的嫌疑 但与婆婆马起勤之间的关系 似乎并不像传言中那般破裂 汪英对马起勤的关怀 还备受认可 汪英甚至搬来与婆婆同住 试图融洽家家庭氛围 然而悲剧怎么会在这样一片和谐中 突如其来 警方的视线聚焦在马起勤身上 在汪英所涉外游和与他人关系的传言 均出自马起勤之口 清查时皆为虚构 为这些疑点 警方对马起勤的居所 进行了细致搜查 将来和睦 汪英未曾对婆婆怨声连连 即便邻里也知道马起勤晚上 长夜消化问题 而食用馒头和面包 有汪英需加班 他也会让朋友帮忙送食至家庭 因此众人对马起勤自称为凶手 感到疑惑 怀疑他可能是在保护别人 但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方逐渐发现了汪英与婆婆关系背后 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在外人看来他们关系融洽 但实则马起勤那些深处极度不满 孟英 但置其为狡猾且冷酷之人 汪英曾要求蓝池在七月初班里 马起勤对此强烈反对 两人之间的激烈争吵 使关系紧张之急 六月底 马起勤在保护女儿的冲动下 走上了杀害汪英的不归路 不管如此 仍有人质疑这并非婆婆加喊汪英的真正理由 马起勤说 由于家庭的情况不好 儿子自是岁才娶上媳妇 自己表面上对儿媳汪英殷勤被治 实在心中怨恨难嫔 原因竟是汪英怀孕之后的 一系列决定 激起了马起勤深藏的恶意 汪英曾经不愿意保留这个孩子 让马起勤一死相逼才留下孩子 后来马起勤曾多次发觉 汪英用小枕头顶小肚子 马起勤就觉得汪英自私 自己有儿子了 就想断他们家的香火 随着时间的推移 马起勤对汪英的猜疑和不信任日益加深 每当汪英对孩子稍有教育 马起勤就会想象出各种恶性的可能 甚至怀疑汪英会在饭菜中下毒 这种极端的失眠和疑心病 让马起勤坚信只有杀死汪英 才能保护孙子的安全 2014年6月20日夜晚 马起勤利用一个与儿媳之间的小争执 将汪英引入陷阱 在家中他用财道结束了汪英的生命 并冷湿地将尸体分割 藏匿于附近的小树林之中 为了掩盖罪行 他还在地上匆忙涂抹水泥 试图隐藏血迹 案件的真相最终打败天下 2014年8月5日 河北省唐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一审判决 马起勤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尽管马起勤的认罪态度 获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但汪英的家人对此判决感到强烈不满 他们认为应当严惩不待 此案虽不复杂 却足以引发深思 这家庭关系中沟通和相处的方式至关重要 一旦悲剧发生 任何辩解都无法挽回失去的生命 不知您对此有何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